我自己是四個小孩的媽媽 我在育兒的過程中 從媽媽當媽媽的過程中 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是很典型的 所謂新竹市的外人口 新竹的外人口非常非常多 然後就是因為主客的關係 所以我跟我先生都是 都不是新竹人 純粹就是因為他要在主客工作 所以我們就是婆家娘家不在這邊 然後自己在這邊 就是組一個小家庭 我身邊很多同事都是這樣的人 那其實都是偽單親媽媽 自己一手獨立帶小孩 張惹我所有的事情 所以呢 我就才會想說我要成立小村子 我們就是養小孩 需要一個村子的力量 建立一個村路的力量 媽媽可以在這邊找到 我們說媽媽戰友 你可以找到好姐妹 新手媽媽 小孩子還在很混亂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 大家都是過來人 我們就很多人可以幫忙 或是很多人可以給他一些 不同的意見 媽媽都很關心食安的議題 我們跟農場合作 千甲農場合作 就是做一系列 食農教育的課程 對就是從親子的食農來切入 比如說我們曾經有開按摩 那有的媽媽她是來之後 比如說廚藝不及 那她回家她也很認真 她就回家每次都會重新做 然後呢拿來給大家吃 然後再改良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人變好多喔 登桶牙學裡面 因為我自己有一個小六的小孩 因為像有時候我可能會有自己的事情 可能有時候小朋友會沒有人顧的時候 就是會有人跳出來幫忙 因為我是全職媽媽 就是都要帶著小孩 那如果說可以帶著小孩子一起去的話 就是更有機會可以參加 也因為這樣子就是認識一些還不錯的朋友 會覺得當全職媽媽很好啊 其實可以 還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啊 我覺得其實給媽媽的一些提醒和幫助是這樣 你不要永遠把眼光放在小孩的身上 你要想想看你自己喜歡什麼 你自己要什麼 我最終極的 最終極的使命和願景 是希望每一個女人 不管她當媽媽在哪個階段 或是說她對於職場 或是對於家庭 或是對於孩子 有什麼樣的選擇 她都是可以自由意志的選擇 不會因為她當媽媽這個角色 有太多的牽絆 她永遠知道說 我有一個支持在那邊 我們可以藉由這樣子的互助和分享 你可以獲得很大的幸福感 謝謝大家